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塞尼住 第25章 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看见他们推着他 穿过一些双层门 我跟在后面 冲进一扇又一扇的门 闻到点酒和消毒水的味道 但我所来得及看到的 是两个戴着手术帽的男人 和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 围在轮床之上 我看见白色床单 从轮床侧面垂落 扶着污秽的花格地砖 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 从床单下面伸出来 我看见左脚大脚趾的指甲 被削掉了 接着有个穿蓝色衣服的 高状汉子用手掌压住我的胸口 将我从门口往后推 我的皮肤能感觉到 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 我向前挣扎 咒骂他 但他用英语说 你不能留在这儿 声音礼貌而坚决 你必须等 他说 领着我回到等候区 现在双层门在他身后 砰的关上 透过门上狭窄的 长方形窗口 我只见到那个男人的手术帽 他把我留在一条宽大的走廊上 没有窗 墙边的金属折叠以上坐满了人 还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 我又想尖叫 我想起上次有这种感觉 是跟爸爸在油罐车的油罐里面 埋在黑暗和其他难民之间 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 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现实世界 像云朵那样升起 飘荡而去 溶尽湿热的夏夜 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在山丘上方飘散 但我就在这儿 双脚沉重如水泥块 肺里空气一泻而空 喉咙发热 无法随风而去 今晚没有别的世界 我合上双眼 鼻子里塞满走廊的种种味道 汗水和氨水的气味 要用酒精和咖喱的气味 整条走廊的天花板上 布满昏暗的灯管 飞蛾围绕 我听见他们拍打翅膀的声音 我听见谈话声 默默的啜泣声 醒鼻声 有人在呻吟 有人在哀叹 电梯门砰的一声打开 操作员用乌尔都语呼喊某人 我再次睁开眼 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我四周环顾 心脏砰砰的在胸口跳动 耳朵听得见血液流动的声音 我左边有间又暗又小的储藏室 我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用它就好了 我从一堆折叠好的白色尼龙床单中抽出一条 带回走廊 我看见护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谈 我拉拉那名护士的手肘 问他哪个方位是膝边 他没听懂 眉头一皱 脸色的皱纹更深了 我喉咙发痛 汗水刺痛了双眼 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 我想我再哭泣 我又问一声 苦苦哀求 警察把方向指给我 我在地面铺开那张烂于冲树的祷告毯 双膝跪倒 头磕在地上 泪水湿透了床单 我朝西弯下腰 那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止十五年没祷告过了 早已把祷辞忘得一干二净 但这没有关系 我会说出依然记得的片言之语 维安拉是真主 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现在我明白爸爸错了 真主真的存在 一直存在 我看到他在这里 从这条绝望的走廊的人群眼里见到 这里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 正是在这里 而非在那些发出钻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 耸立的清真寺 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们才能找到真主 真主真的存在 他必须存在 而如今我将祷告 我会祈祷他原谅我这些年来对他的漠然不觉 原谅我曾经背叛 说谎 作恶而未受惩罚 只有在我的危难时刻才想起他 我祈祷他 我祈祷他如经书记载的那样慈悲 仁爱 宽宏 我朝西方磕头 亲吻地面 承诺我将会诗天课 将会每天祷告 承诺我在摘月期间将会速食 而当摘月结束 我会继续速食 我将会熟悖他的圣书中每个字 我将会到沙漠中那座湿热难当的城市去朝圣 也会在天房之前磕头 我将会践行所有这些 从今日后 将会每天想起他 只要他实现我的这个愿望 我的手已经沾上哈桑的血 我祈求真主 别让他们也沾上这个小男孩的血 我听到乌叶声 意识到正是自己发出来的 泪水从脸上鼓鼓而下 流过嘴唇 让我尝到咸味 我感到走廊上每个人都在看着我 而我依然朝西方磕头 我祈祷 我祈祷别以这种我向来害怕的方式 惩罚我的罪行 星光暗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 过了数个钟头 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 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 上面摆着报纸和卷编的杂志 有本1996年4月的时代 一份巴基斯坦报纸 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 一份娱乐杂志 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利物男星 在我对面 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 戴着针织头巾 坐在轮椅上打瞌睡 每隔一会儿她就会惊醒 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 我疲惫地想 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 他的还是我的 我想起索拉伯的面容 那肉呼呼的尖下巴 海背式的小耳朵 像急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 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 漫过我全身 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 我站起来 打开窗门 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 从窗纱吹进来 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 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 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质闷 我颓然坐倒在地面 捡起那本时代杂志 随手翻阅 可是我看不进去 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 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 正正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 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 更多的时候 我盯着墙上的时钟 刚过四点 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 已经超过五个小时 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 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呼吸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缓慢 我想睡觉 合上双眼 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 昏然欲睡 也许当我醒来 会发现我在旅馆浴室看到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 水从水龙头滴答落进血红的洗澡水里 他的左臂垂在浴缸外面 沾满鲜血的剃刀 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来刮胡子的剃刀 落在马桶的冲水槽上 而他的眼虽仍睁开一半 但眼神黯淡 很快 睡一袭来 我任他将我占据 我梦到一些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 有人在拍我的肩膀 我睁开眼 看到有个男人跪在我身边 他头上戴着帽子 很像双层门后面那个男人 脸上戴着手术口罩 看见口罩上有一滴血 我的心一沉 他的传呼机上贴着一张小姑娘的照片 眼神纯洁无瑕 他解下口罩 我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看着索拉伯的血了 他皮肤有黑 像哈桑和我经常去沙里诺区市场买的那种从瑞士进口的巧克力 他头发稀疏 浅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弯弯的睫毛 他用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告诉我 他叫纳瓦兹大夫 刹那间 我想远离这个男人 因为我认为我无法忍受他所要告诉我的事情 他说那男孩将自己割得很深 失血很多 我的嘴巴又开始念出导词来 维安拉是真主 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他们不得不输入几个单位的红细胞 我该怎么告诉索拉雅 两次 他们不得不让他复苏过来 我会做祷告 我会做天课 如果他的心脏不是那么年轻而强壮 他们就救不活他了 我会如素 他活着 纳瓦兹大夫微笑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刚才他所说的 然后他又说了几句 我没听到 因为我抓起他的双手 放在自己脸上 我用这个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泪 而他没有说什么 他等着 重症病区呈L型 很阴暗 充塞着很多避避叫的监视仪和呼呼响的器械 纳瓦兹大夫领着我走过两排用白色塑料连幕隔开的病床 索拉伯的病床是屋脚最后那张最接近护士站 两名身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在加纸板上寄东西 低声交谈 我默默和纳瓦兹大夫从电梯上来 我以为我再次看到索拉伯会哭 可是当我坐在他床脚的椅子上 透过悬挂着的泛着微光的塑料饰管和书液管 我没流泪水 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机的嘶嘶声有节奏的一起一伏 身上漫过一阵奇怪的麻木感觉 好像自己刚突然掉转车头 在千军一发之际避过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 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 光线倾泻进来 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伯身上 他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儿 有个护士对我说 我不认识他 我打盹时他们一定换班了 他把我带到另一间房 就在急救中心外面 里面没有人 他给我一个枕头 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 我谢过他 在乌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 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 纳瓦兹大夫走进来 我起身迎向他 他脱掉纸口罩 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 指甲修剪整洁 头发一丝不苟 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 而是雷蒙德安德鲁 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 安德鲁抬起头 眯着眼睛 白天 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 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弄得人迷迷糊糊 我弄清楚了他的结构 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会亮 明白同一层的南侧的门卡住了 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他打开 我了解到医院的生活有他的节奏 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 白天手忙脚乱 而深夜则寂静无声 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 去抢救某个病患 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伯床前 晚上则在医院曲折地走廊游荡 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 想着当索拉伯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 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 站在他床边嘶嘶作响的呼吸机 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 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 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 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 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 想睡一觉 最终却在床上彻夜辗转反侧 那天早晨 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 他现在干干净净 有人抹去血迹 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 墙上也擦过了 可是我忍不住坐在他那冰凉的陶瓷边缘 我想向索拉伯放满一缸水 看见他脱掉衣服 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 拔出刀头的双重安全插销 退出刀片 用食指和拇指捏住 我想向他划进浴缸 躺了一会儿 闭上双眼 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 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 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 我很为你感到难过 他说 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 拜托了 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 影响很大 我告诉我能理解 退了房 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 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 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 你们阿富汗人的事情 你们有些鲁莽 我曾对他大笑 但现在我怀疑 在把索拉伯最担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 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 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 他说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家 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儿 索拉伯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 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 还有本来也许是白色的发廊地砖 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庞哲普族男孩 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 他从一辆开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 摔断了腿 踏上了石膏的腿抬起 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夹住 索拉伯的病床靠近窗口 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 落在病床的后半部上 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 磕着主过的西瓜子 医院给索拉伯安排了24小时的房纸 自杀看护 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 这是医院的制度 保安看到我 举冒致意 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伯穿着短袖的病服 仰面躺着 毛躺盖到他胸口 脸转向窗那边 我以为他睡了 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 他严谨跳动 跟着睁开 他看看我 移开视线 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 他脸色依然苍白 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块瘀伤 你还好吗 我说 他没回答 眼望向窗外 看着医院花园里面一个围着护栏的方形沙地和鞦韆架 运动场旁边有个拱形的凉棚 在一排木槿的树影之下 几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 几个孩子拿着铲豆和小提筒在沙地里面玩耍 那天天空万里无云 一闭如洗 我看见一架小小的喷气式飞机 拖着两道白色的尾巴 我转向索拉伯 我刚跟纳瓦兹大夫聊过 他说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是个好消息 对吧 我遇到的又是沉默 病房那端 庞遮普男孩睡着翻了个身 发出几声呻吟 我喜欢你这间房 我说 忍住不去看索拉伯缠着绷带的手腕 光线明亮 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 没有回应 又是尴尬的几分钟过去 丝丝汗水从我额头和上唇冒出来 他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碗没碰过的豌豆糊 一把没用过的塑料条羹 我指着他们说 你应该试着吃些东西 才能恢复元气 要我喂你吃吗 他看向我的眼睛 接着望开 脸上目无表情 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暗淡空洞 就像我把他从浴缸里面拉出来时看到的那样 我把手伸进两腿之间的纸袋 拿出一本我在那间波斯文书店买来的沙纳玛旧书 我将封面转向索拉伯 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经常读这些故事给你父亲听 我们爬上我们家后面的山丘 坐在石榴树下面 我降低声音 索拉伯再次望着窗外 我挤出笑脸 你父亲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伯的故事 你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 我知道你知道 我停顿 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白痴 反正 他在信里说你也最喜欢这个故事 所以我想我会念一些给你听 你会喜欢吗 索拉伯闭上眼睛 将手臂放在他们上面 有遇伤的那只手臂 我翻到在出租车里面折好的那页 我们从这里开始 我说 第一次想到 当哈桑终于能自己阅读沙纳玛 发现我曾无数次欺骗过他的时候 他的脑子里转过什么念头呢 我轻轻喉咙 读了起来 请听索拉伯和罗斯坦战斗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催人泪下 我开始了 话说某日 罗斯坦自躺已起身 心里闪过不祥之兆 他一起塌 我给他念了第一章的大部分 直到年轻的都是索拉伯去找他的妈妈 萨门干王国的公主托敏依 要求得知他的父亲姓慎名水 我和尚书 你想我读下去吗 接下来有战斗场面 你记得吗 索拉伯带领他的军队进攻伊朗的白色城堡 要我念下去吗 他慢慢摇头 我把书放回纸袋 那好 我说 为他终于有所反应而鼓舞 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 你感觉怎样 索拉伯张开口 发出嘶哑的嗓音 那瓦兹大夫跟我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是他们把呼吸管插进他的声带引发的 他舔舔嘴唇 又是一次 厌倦了 我知道 那瓦兹大夫说过会出现这种感觉 他摇着头 怎么了 索拉伯 他一边缩着身子 一边再次用粗哑的嗓音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的 说 厌倦了一切事情 我叹气 颓然坐倒在椅子上 一道阳光照在床上 在我们两人中间 而就在那一瞬间 那张死灰的脸从光线那边看着我 他像极了哈桑的面孔 不是那个整天跟我玩弹珠直到毛拉唱起玩倒 阿里喊我们回家的哈桑 不是那个太阳没入西边的黏土屋顶时我们从山丘上追逐而下的哈桑 而是我有生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哈桑 那个我透过自己房间雨水迷蒙的窗户望着的 在夏日温暖的倾盆大雨中拖着行李走在阿里背后 将他们塞进爸爸的轿车后乡的哈桑 他慢慢摇着头 厌倦了一切事情 他重复说 我能做什么 索拉伯 请告诉我 我想要 他开口 身子又是一缩 把手按在喉咙上 似乎要清除掉梗住他嗓音的东西 我的眼光再次落在他手腕上紧紧绑着的医用绷带上 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 他喘息说 哦 索拉伯 我想要爸爸和亲爱的妈妈 我想要 莎莎 我想要跟拉辛汉老爷在花园玩 我想要回到我们的房子生活 他用钱币盖住双眼 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该看哪里 所以我望着自己双手 你原来的生活 我想 也是我原来的生活 我在同一个院子玩耍 我住在同一座房子 可是那些草已经死了 我们家房子的车道上停着陌生人的吉普车 油屋滴满柏油地面 我们原来的生活不见了 索拉伯 原来那些人要么死了 要么正在死去 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 只剩下你和我 我没办法给你 我说 我希望你没有 请别那么说 希望你没有 我希望你让我留在水里 别再那么说了 索拉伯 我说 身子前倾 我无法忍受再听见你那么说 我碰他的肩膀 他缩身抽开 我放下手 凄凉地想起我在对他食言之前的最后几天 他终于能够自在地接受我的触碰 索拉伯 我没办法把你原来的生活给你 我希望真主给我这样的力量 但我可以带你走 当时我走向浴室 就是要告诉你这个 你有前往美国跟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签证了 真的 我保证 他从鼻子探出气 闭上眼睛 我要是没有说出最后三个字就好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 我说 也许最后悔的事情是对你出而反而 但那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感到非常非常对不起你 我祈求你的原谅 你能做到吗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相信我吗 我降低声音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等待他回答的时候 我脑里一闪 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冬日 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樱桃树下的雪地上 那天我跟哈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取笑他 问他愿不愿意吃泥巴证明对我的忠诚 而如今 我是那个被考验的人 那个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 我最有应得 索拉伯翻过身 被吵我 很久很久 他一语不发 接着 就在我以为他也许昏昏睡去的时候 他嘶哑地说 我很累很累 我坐在他床檐 直到他睡去 我和索拉伯之间有些东西不见了 直到和奥马尔费萨尔律师碰面之前 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样走进索拉伯的眼睛 现在那光芒不见了 客人逃跑了 而我怀疑他是否有胆量回来 我寻思要再过多久才能见到索拉伯的微笑 再过多久才会信任我 倘若他会的话 于是我离开病房 走出去寻找别的旅馆 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再次听到索拉伯说话 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结局 索拉伯从来没有接受我的邀请 他也没有拒绝 当绷带拆开 脱去病符 他只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哈扎拉姑尔 他能有什么选择呢 他能去哪儿呢 所以我当他同意了 可是实际上 那更像是无言的屈服 与其说是同意 无宁说是由于他心灰意懒 怀疑一切而来的任人摆布 他渴望的是他原来的生活 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国 从方方面面看来 这并不能说是什么凄惨的命运 可是我不能这么告诉他 唐使恶魔仍在你脑中徘徊萦绕 前程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就这样 一个星期之后 穿过一片温暖的黑色停机瓶 我把哈扎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 让他飞离那夜已过去的七策往事 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 某天 兴许是1983年或1984年 我在弗里蒙特一间卖录像带的商店 我站在西片区之前 身边有个家伙拿着便利店的纸杯 边喝可乐边指着七匣档扣纸 问我有没有看过 看过 看了13次 我说 查尔斯伯朗森在里面死了 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 他狠狠盯了我一眼 好像我朝他的汽水涂口水一样 太谢谢你了 老兄 他说 摇头咕弄着走开了 那时我才明白 在美国 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 要不然你会被谴责 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至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 结局才是最重要的 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伯电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 阿里 拉新汉 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交的朋友 各种远房亲戚在那座房子进进出出 想知道的只有这些 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吗 电影里面那个家伙胜利的实现了她的梦想吗 还是失败了 郁郁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 索拉伯和我的故事结局是否圆满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 生活并非印度电影 阿富汗人总喜欢说 生活总会继续 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 成功或失败 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 只顾向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的缓慢前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 尽管上个星期天出现了小小的奇迹 七个月前 也就是2001年8月某个温暖的日子 我们回到家里 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 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间 当她双臂还住我脖子的时候 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 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 你仍是我的雅尔达的朝阳 我低声说 什么 没什么 我亲吻她的耳朵 随后 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伯一样高 拉起她的手 笑着对她说 你好 亲爱的索拉伯 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 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伯微笑 眼琴泪水的模样 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 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伯双脚原地挪动 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伯的卧房 她领她进去 她坐在床沿 床单绣着风筝在电缆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 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 标记英尺和英寸 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 我看到床角有个装满图书的六条篮子 一个玩具火车头 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伯穿着纯白色衬衣 和我们离开之前 我在伊斯兰堡给她新买的鞋纹粗棉裤 衬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甲骨壁线的瘦靴肩膀上 除了黑色的眼圈 她的面旁仍是苍白的没有其他颜色 现在她看着我们 神情冷淡 一如看着医院那些整齐的摆放在她面前的装着白米饭的盘子 索拉雅问她喜不喜欢她的房间 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她的手腕 但眼光总是瞟向那些弯曲的粉红伤痕 索拉伯低下头 把手藏在大腿之间 什么也没说 接着她自顾把头倒在枕上 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她 不消五分钟 她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 索拉雅头靠着我的胸膛睡去 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 我清醒地躺着 再次失眠 清醒 孤独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悄悄下床 走到索拉伯的房间 我站在她身旁 望下去 看到她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 我把她捡起来 发现是拉辛汉的宝丽来照片 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 那夜我给索拉伯的照片 那张哈桑和索拉伯并排站着在阳光下 瞇着眼睛 似乎世界是个美好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 我在想索拉伯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 翻来覆去的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 你爸爸是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 拉辛汉在信里这么说 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 社会承认的 合法的一半 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父亲旧恨的化身 我看着哈桑 阳光打在他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 爸爸的另一半 没有名分 没有特权的一半 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 也许 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 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 接着意识到 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然没有让我心痛 我走向索拉伯的房门 心下寻思 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 他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 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 终于打点完毕 在深夜悄然退去 催生了他 隔日 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 雅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 也染得比过去更红了 将一盘他买来当点心的杏仁膏递给索拉雅 看到索拉伯 他喜形余色 安拉保佑 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 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 亲爱的索拉伯 他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帆领毛衣 我替你织了这个 他说 到下个冬天 奉安拉之名 你穿上他会合身的 索拉伯从他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 小伙子 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 双手拄着拐杖 看着索拉伯 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关于我受伤的问题 我曾让索拉雅告诉他们我被抢了 不断向他保证 我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 我又能吃他做的饭了 也向他保证 是的 我会在伤疤上抹大黄枝和白糖 让它消失的快一些 索拉雅和他妈妈收拾桌子的时候 将军和我在客厅喝葡萄酒 我跟他谈起喀布尔和塔利班 他边听边点头 拐杖放在腿上 当我说起我见到那个卖假腿的家伙时 他嘖嘖有声 我没说到加兹体育馆的处决 也没提及阿塞夫 他问起拉辛汉 说曾在喀布尔见过他几面 当我告诉他拉辛汉的病况时 他严肃的摇摇头 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断看像睡在沙发上的索拉伯 似乎我们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边缘兜圈 兜圈终于结束了 用过晚饭之后 将军放下他的叉子 问 那么 亲爱的阿米尔 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 这是什么问题 亚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 亲爱的 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 人们会有疑问 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 我怎么跟他们说 索拉雅放下他的条羹 转向他父亲 你可以告诉他们 没什么 索拉雅 我说 拉起他的手 没什么 将军说的没错 人们会有疑问 阿米尔 他说 没关系 我转向将军 你知道吗 将军大人 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 他给他生了个儿子 名字叫做哈桑 现在哈桑死掉了 睡在沙发上那个男孩是哈桑的儿子 他是我的侄儿 要是有人发问 你可以 这样告诉他们 他们全都瞪着我 还有 将军大人 我说 以后我在场的时候 请你永远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 他有名字 他的名字叫索拉伯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 如果说索拉伯很安静是错误的 安静是祥和 是平静 是降下生命音量的炫钮 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 把他炫下 全部炫掉 索拉伯的沉默既不是来自 动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 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 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 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 忍气吞声的赵丹全收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 人跟我们共同生活 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 有时候 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 我注意到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 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 我曾经从书本抬头 发现索拉伯夜已走进房间 坐在我对面 而我毫无察觉 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 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 多数时候 他选择了睡觉 索拉雅对索拉伯的沉默也难以忍受 在巴基斯坦的国际长途电话线上 我曾听到索拉雅为索拉伯准备的一切 游泳课 足球 保龄球 如今他走过索拉伯的房间 投入的一瞥只见到书缘 风不动的摆在柳条栏里面 测量身高的标尺上没有刻痕 拼图依然散开 每一块都让人想起生活原本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让人想起那个尚未盛放就已经凋谢的梦 但他并不孤单 我对索拉伯也曾有过梦想 索拉伯沉默的时候 世界风起云涌 上个九月的某个星期二早晨 双子塔大楼轰然倒塌 一夜之间 世界改变了 美国国旗突然出现在每个地方 在车水马龙中前进的黄色出租车天线上 在形色匆匆的走在拥挤人行道的行人衣巾上 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画廊和临街商店与棚之下的流浪汉的污秽帽子上 有一天我走过爱迪斯面前 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女人 每天在萨特街和斯托克顿街的十字路口弹奏首封琴 我见到在她脚下的首封琴盒子上也贴了美国国旗 遭到袭击之后不久 美国轰炸了阿富汗 北方联盟乘机而进 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 突然间 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 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 坎大哈 赫拉特 马扎里沙里夫 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带我和哈桑去坤都是 关于那次旅程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只记得和爸爸 哈桑坐在一株金和欢树的阴影下 轮流喝桃罐中的西瓜汁 比赛谁能把瓜子吐得更远些 现在 拜单拉德 汤姆布罗考和那些在 星巴克喝拿铁的人都在谈论昆都是的 战役 那里是塔利班最后的阵地 那年12月 普什图人 塔吉克人 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齐吉波恩 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 开始了一个也许有朝一日能够终结他们祖国过去二十余年来的苦难的进程 哈米德卡尔扎伊的羊皮帽和绿色长袍变得众所周知 索拉伯依然梦游般的度过这段日子 索拉雅和我开始参与到阿富汗的计划中去 除了有心为故国掠尽棉薄之外 也是因为需要某些东西 任何东西都好 来填补楼上的沉默 那像黑洞般吞噬一切的沉默 我过去从未如此热心 但当有个名叫卡比尔的前阿富汗驻索菲亚大使打电话来 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进行一项医疗计划 我答应了 那个小医院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 有个小小的外科手术组 治疗那些被地雷炸伤的阿富汗难民 但由于缺乏资金 他倒闭了 我成为那个计划的主持人 索拉雅是我的副手 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在书房里面 给遍布世界各地的人发电子邮件 申请基金 组织募捐活动 还告诉自己把索拉伯带到这儿是正确的事情 那年除夕 我和索拉雅躺在沙发上 腿上盖毛毯 看着迪克克拉克主持的电视节目 当银球抛落 才只将迎瓶变成白色 人们欢呼亲吻 在我们家 新年的开始跟上一年的结束一样 沉默无声 然而 四天之前 2002年3月某个阴冷的雨天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我带索拉雅 雅米拉阿姨和索拉伯 参加福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 阿富汗人聚会 上个月 阿富汗终于征召将军回去旅任一个大臣的职位 他两个星期前飞走 他留下了灰色西装和怀表 雅米拉阿姨计划等他安顿好之后 过一两个月再去和他团聚 他很想念他 也担心他在那边的健康状况 我们执意要他搬过来同住一阵子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 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 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卡比尔 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 我们在拉瓦尔品地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 没有外科手术组 只是个儿科诊所 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 但星期天早晨 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 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 阿富汗运气 我想 暗暗发笑 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 我已经做完早导 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 导辞熟及而留 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 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 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 里面有一些人 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 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 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西尔锅造的老哥 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 我微微发笑 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 亚米拉阿姨在中间 后面是索拉伯 她穿着黄色雨衣 都冒拍打着她的后背 什么是这么好笑 索拉雅说 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汉人带离帕格曼 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汉人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 索拉雅和亚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 索拉伯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 接着走回雨中 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 她的头发 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 都是棕色的直发 贴在头上 她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 看着她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 没有人喊她进来 随着时间流逝 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 她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 小男孩的问题 而考虑到阿富汉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 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 人们不再问为什么她不说话 为什么她不和其他小孩玩 而最令人高兴的是 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 他们的慢慢摇头 他们的择舌 他们的哦 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 新奇的感觉不见了 索拉伯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 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 有个是退休教师 另外一个是工程师 有个原先是建筑师 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 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 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 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 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 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 还有国王在流亡28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 我记得1973年查西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 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荧光的天空 阿里搂着我和哈桑 告诉我们别害怕 说他们只是在列野鸭 接着有人说了个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 我们都哈哈大笑 你知道吗 你爸爸也是个幽默的人 卡比尔说 他是的 难道不是吗 我说 微笑着想起在我们刚来美国之后不久 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 他拿着苍蝇拍坐在厨房里 看着苍蝇从这面墙冲到那面墙 在这耳嗡嗡叫 在那耳嗡嗡叫 飞得又快又急 在这个国家 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 他埋怨说 记得当时我哈哈大笑 现在我想起来 微笑着 到三点的时候 雨晴了 鲜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 一阵寒风吹过公园 更多的家庭来到了 阿富汗人彼此问候 拥抱 亲吻 交换食物 有人在烧烤炉中点了木炭 很快 我闻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 我听到音乐 一些我不认识的新歌星的音乐 还有孩子们的咯咯笑 我看见索拉伯依旧穿着他的黄色雨衣 斜以着一个垃圾桶 眼光越过公园 望着那头空荡荡的机球练习区 过了一会儿 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 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 跟我爸爸是同学 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 阿米尔 看 他指着天空 几只风筝高高飞翔 黄色的 红色的 绿色的 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 格外夺目 去看看 索拉雅说 这次他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拿着 我说 把茶杯递给索拉雅 我告辞 我告辞离开 鞋子踩在潮湿的草地上 走到那个风筝摊 我指着一只黄色风筝 新年快乐 卖风筝的人说 接过二十美元 把那个风筝和一个缠着玻璃线的木轴递给我 我向他道谢 也祝他新年快乐 我试试风筝线 像过去哈桑和我经常做的那样 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拉开 他背血染红 卖风筝 那人微微发笑 我抱以微笑 我把风筝带到索拉伯站着的地方 他仍倚着垃圾桶 双手抱在胸前 抬头望着天空 你喜欢风筝吗 我举起风筝横轴的两端 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我身上 看看风筝 又望着我 几点雨珠从他头发上低下来 留下他的脸庞 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 在马来西亚 人们用风筝来捉雨 我说 我敢打赌你不知道 他们在风筝上绑钓鱼线 让他飞过潜水 这样他就不会投下阴影 不会吓走鱼儿 在古代中国 那些将领经常在战场放飞风筝 给他们的人传讯 这是真的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把流血的拇指给他看 这根线也没问题 我用眼角的余光 瞥见索拉雅在帐篷那边望着我们 他双手紧张地夹在夜下 跟我不同的是 他已经慢慢放弃了亲近他的念头 那些问而不答的状况 那空洞的眼神 那沉默 所有这些太让人痛苦了 他已经转入待命状态 等着索拉伯亮起绿灯 等待着 我舔舔食指 将他竖起来 我记得你父亲侧风向的办法 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尘土 看风将他吹到哪儿 他懂得很多这样的小技巧 我放低手指说 吸风 我想 索拉伯擦去耳垂上的一点语珠 双脚摸底 什么也没说 我想起索拉雅几个月前问我 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 我告诉他我也不记得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爸爸是瓦兹尔阿克巴汉区 最棒的追风筝的人 也许还是全喀布尔最棒的 我一边说 一边将卷轴的线头戏 在风筝中轴的圆环上 邻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 他追风筝的时候 从来不用看着天空 大家经常说 他追着风筝的影子 但他们不知道 我知道的事情 你爸爸不是在追什么影子 他只是 知道 又有几只风筝飞起来 人们开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 手里拿着茶杯 望向天空 好吧 我耸耸肩 看来我得一个人把它放起来了 我左手拿稳圈轴 放开大约三英尺的线 黄色的风筝掉在线后摇晃 就在湿草地上面 最后的机会了 哦 可是索拉伯看着两只高高飞在树顶之上的风筝 好吧 那我开始了 我撒腿跑开 运动鞋从水洼中溅起 阵阵雨水 手里抓着线连着风筝的那头 高举在头顶 我已经有很久 很多年没这么做过了 我在怀疑自己会不会出洋箱 我边跑边让圈轴在我手里转开 赶到线放开的时候又割伤了我的右手 风筝在我肩膀后面飞起来了 飞翔着 旋转着 我跑得更快了 圈轴迅速旋转 风筝现在次在我右掌割开一道伤痕 我站住 转身 举头 微笑 在高高的上方 我的风筝像钟摆那样从一边荡到另一边 发出那久远的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 那种总是让我联想起喀布尔冬天早晨的声音 我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没有放过风筝了 但刹那之间 我又变成十二岁 过去那些感觉统统涌上心头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边 眼睛朝下看 是索拉伯 他双手深深插在羽衣口袋中 跟在我身后 你想试试吗 我问 他一语不发 但我把线递给他的时候 他的手从口袋伸出来 由一步绝 接过线 我转动圈轴把线松开 心跳加速 我们静静的并排站着 脖子扬起 孩子在我们身边相互追逐 不断有人跌在草地上 现在有人用口琴吹奏出一区印度老电影的音乐 一排老人在地面铺开塑料布 跪在旗上做下午祷告 空气散发着湿润的青草味 烟味和烤肉味 我希望时间能静止不动 接着我看到我们有伴了 一只绿色的风筝正在靠近 我沿着线往下看 见到一个孩子站在离我们三十米外 他留着平头 身上的续衫用粗黑字体印着 Ragroos 他见到我在看着他 微微发笑 招招手 我也朝他招手 索拉伯把线交还我 你确定吗 我说 接过他 他从我手里拿回卷轴 好的 我说 让我们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教训他一下 好吧 我俯视着他 他眼里那种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经不见了 他的眼光在我们的风筝和那只绿色风筝之间来回转动 脸色有一点点发红 眼睛骤然激紧起来 苏醒了 复活了 我在寻思 我什么时候忘了 不管怎么说 他仍只是一个孩子 绿色风筝采取行动了 我们等等 我说 我们会让他再靠近一些 他下探了两次 慢慢朝我们挪过来 来呀 过来呀 绿风筝已经更近了 在我们稍高的地方拉升 对我为他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 看 索拉伯 我会让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欢的招数 那招古老的猛声极将 索拉伯挨着我 用鼻子急促地呼吸着 卷轴在他手中滚动 他伤痕累累的手腕上的金剑 很像雷巴不琴的琴弦 我眨眨眼 瞬间 拿着卷轴的是一个兔唇男孩指甲破裂 长满老茧的手 我听见某个地方传来牛的摸摸叫 而我抬头 公园闪闪发光 铺满的雪多么新鲜 白的多么耀眼 令我目眩神迷 雪花无声地洒落在白色的枝头上 现在我闻到了无精拌饭的香味 还有桑胜干 酸橙子 巨蟹和胡桃的气味 一阵雪花飞舞的寂静盖住了所有声音 然后 远远地 有个声音穿透这片死寂 呼喊我们回家 是那个拖着右腿的男人的声音 绿风筝现在就在我们正上方翱翔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把它干掉了 我说 眼睛在索拉伯和我们的风筝间 飞快地转着 绿风筝摇摇晃晃 定住位 接着向下冲 他玩完了 我说 这么多年之后 我无懈可击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声急降 我松开手 猛拉着线 往下避开那只绿风筝 我侧过手臂 一阵急剧地抖动之后 我们的风筝一时针画出一个半圆 我突然占据了上面的位置 绿色风筝现在惊慌失措 慌乱地向上攀升 但它已经太迟了 我已经使出哈桑的绝技 我猛拉着线 我们的风筝直坠而下 我几乎能听见我们的线割断它的线 几乎能听见那一声断裂 然后就那样 绿风筝失去控制 摇摇晃晃地摔下来 我们身后的人们欢呼叫好 爆发出阵阵口哨声和掌声 我喘着气 上一次感到这么激动 是在1975年那个冬日 就在我刚刚割断最后一支风筝之后 当时我看见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 鼓着掌 容光焕发 我俯视索拉伯 他嘴角的一边微微瞧起 微笑 斜斜的 几乎看不见 但就在那儿 在我们后面 孩子们在飞奔 追风筝的人不断尖叫 乱成一团 追逐那支在树顶高高之上飘摇的断线风筝 我眨眼 微笑不见了 但他在那儿出现过 我看见了 你想要我追那支风筝给你吗 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 风掠起他的头发 我想我看到他点头 为你 千千万万遍 我听见自己说 然后我转过身 我追 他只是一个微笑 没有别的了 他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 他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 只是一个微笑 一件小小的事情 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 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 但我会迎接他 张开双臂 因为每逢春天到来 他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 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 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 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 但我不在乎 我追 风拂过我的脸庞 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洁 西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